兄弟們, 龍武精神是誰? 龍武精神, 上下一心 龍武同金, 賣難解分 你們幹什麼? 做兄弟, 做兄弟的有今生, 沒耐勢 要快一起發, 跑圈一起跑 操練一起操 來 龍武精神, 太智慧了 龍武精神, 人人不敗 龍武精神, 天天怪怪人 是真的嗎?公主當中留原替子妃 再教訓太子? 珍珠也沒這麼真 聽說還說, 公主當面說太子妃… 無濟山 真是太過分了 俗語也有說, 有子有子命 無子天注定, 不是想有就有 是說明數的嘛 天有善人 太子妃一定會如願已償 你以後也要小心一點 千萬別得罪公主才好 跟你說, 不是很想小心 就算傷得到嘛 不怕, 最多我什麼時候都跟著你 有什麼風吹草動就拔著你 那我們又去哪裡?都拔著走 是福是和就靠你了 你做小事也做不來的?我幫你了 我可以幫忙, 很快回去 這個修華, 從來只有人幫他 沒有他幫人的 對, 人會變, 如會緣而已 山河易改, 本性難矣 他會緣, 我跟你姓緣 修華, 他們走得這麼快到哪裡 前面 都說的 無情拔洩來這些地方, 肯定有可疑 好, 別管了, 別管了 別管了, 別管了 別管了, 別管了 這麼虛陷, 有什麼好看 別管了, 別管了 到底看什麼才行 好, 別管了… 你很害怕… 好… 好, 別管了 你真的不自然 好, 別管了, 別管了 你真的不自然 是誰呀? 黃寶君, 黃寶君 是誰呀? 黃寶君, 黃寶君 之前幫那個黃寶君 是不是現在水裡面那個? 就是他? 我要說清楚 不過, 那個何利何參軍 只是有份幫忙而已 人品一般, 心裡還黑黑 人如其名 見到他又不如何時何時 最好遠離 真是這麼差? 那另外那個會不會好一點? 好多, 任中龍, 任三樹 他為人正直不安, 做事公正 廢話不多 這次你可以沈冤得雪 最大功勞的人都應該是他 看夠了沒有? 想不見了 六少爺… 你們想看到何時? 我們先來告退, 走吧… 我剛才收到消息 上公局有人不識口帶 偷偷走來虧指路武軍 原來是你嗎? 我會不會是你自己想來 就不要找人做藉口 我這樣做就這樣承認 不僅有些人少女藏高 說一套做一套 說到這樣, 你實在清出於男性於男 沒有人比你出色 是嗎? 跟你們六家相比 我們徐家真是望塵莫及了 我們六家代代清烈, 光明磊落 做的每一件事都對得住天 對得住地, 對得住自己 如果這樣也叫對得住 就真是天無眼, 地無靈 虧你半夜敲門不心驚 我天天吃得好, 晚晚睡得靈 不像有些人日夜心慌, 良心難安 誰策喊觸策, 誰無辜受罪 大家心中有數 你心知肚命最好 不過我勸你不要再把事情掛在口邊 免得自取其辱 誰是誰非,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總有一天會真相大霸 你扶經請罪那天, 我也拭目以待 彼此彼此 不是吧?綠絲仔和徐絲真是表姐妹? 這麼大字寫著, 而且誰都知道 想不到 但他們平時一見面就細成水火 一開始就是有你沒我的 這幅圖是不是錯了? 這幅圖堪稱為上公局的入門之寶 不認識的, 你肯定被租失到 變成禍趕草 看你和仿仙特別關照你 表姐妹不可以是仇人嗎? 聽說當年徐絲真家裡犯事 被綠絲仔在家裡告法 令男的衝軍, 女的做公平 誰知道最後徐家拉著綠家下水 所以徐絲仔和徐絲真就一起入宮了 等等, 我明明聽說犯事的是綠家 因為徐綠兩家是親戚 才被連座法牽連 是嗎? 哪是? 是呀, 我們私善房每人都知道 明明是徐家和綠家一起犯事 一起被人告法, 最後一起受罰 不是, 明明是徐家犯事先 兩家 是徐家人才告辭 喂, 你們一人一句 我相信你還是他? 這個不重要 總之他倆就勢不良辣 看見他們最好避之則吉, 切忌得實 趙准制什麼事這麼多箭頭? 這叫萬箭穿心 他這個人白隔眼, 做事懶 恃著討得綠絲仔寬心 就使得人盡, 最討厭 其實個個跟他面和心不和 背後經常說他吃飯吃得多 放屁打銅鑼 但是你們剛才又說他懶惰 怎麼得綠絲仔寬心呢? 這個不重要 總之你記住 他對綠絲仔是奉承獻味 和肝掌賢是表面友好 和紀掌節是巴結利用 和楚幸是表姨而生 楚幸的名字有點熟 是他們私善房的人 不用管他, 他不能喊苦 又不懂得人情細顧 趙掌制對他也不在乎 否則豈會不跟著他 來了我們私善房吧 我整個洞在這裡, 留點情面好 不好意思, 忘了 我直腸直肚, 你別生氣了 我們說笑而已, 說笑才有得笑 你們錯不完 不過你留意一下這個朱琳 他是我表姨趙掌制 一手提拔的親信 人稱私製房弟生話事人 但私底下他和洛掌珍 其實情同姐妹 真的嗎? 這是一個秘密 是一個秘密的, 詩掌房和詩珍房 一向都鬥過你死我活 所以他們兩個在人前 當然要扮敵對 我們詩掌房的霧雄和婉妍 表面都是有說有笑 其實皮笑肉不笑 對, 駱掌珍和朱琳表面很好 但其實不好 霧雄和婉妍就表面不好 但其實很好 反過來 駱掌珍和霧雄? 不是 朱琳和霧雄 是朱琳和駱掌珍 究竟是誰和誰, 誰面和心不和 誰有面面都不和 這個不重要 這也不重要? 總之後宮裡, 識人比識字好 識到貴人就很扶持 識不到的就把他背贖 自求多福 明白了 說來說去, 最重要的是遠離是非 做好自己 我對人好, 人對我好就像我和若千 這個不重要, 早上 公主要求下次宴會以吉祥做主題 所以屬下打算把食具做到 方中大園, 園中大方 所謂天圓地方陰陽和諧 方圓相濟美滿一世 保證公主滿意, 不會閉毅 屬下本來預備做一道魚的菜式 取其有魚有肉, 不覆滿屋之意 不過方形和圓形的碟 都不適合擺放整條魚 屬下和林公司設施商量過了 決定保留施設房的設計 我們施設房會將一整條魚 換成魚繪, 排成線形或者花狀上碟 屬下都參考了汪施設的建議 全隻碟會以金箔鋪成花袋圖案 形成一道金花魚繪 那就看得都蠶然三尺 見到就想吃 好 有商有糧, 發揮所長 施設房, 施善房做得不錯 值得讚賞 多得張相公領導有方 我們才會發糧化光 我們施制房 這次為公主準備的禮衣、外舖 特別選用了華季的高嶺設計 上面的某單圖案會以熟秀的善法 配以雙手的針法達至雙得益章的效果 既華麗高貴, 又別具象心 謝張仇公讚賞 我們施真房 精心打造這一對金鳳暴鹽 遠無全都用上薄如善逸的金片 雞口和泵邊的鳳尾 以樓梳珍珠寸垂掛擺動 更加搖曳新枝 的確是栩栩如生, 精巧細緻 不過…誰掛的劉蘇珍珠寸 和禮衣的高嶺互有抵觸 故此日失彼, 難以兩全其尾 律師際, 徐師珍 你們倆認為如何才能互相配合 一舉兩得呢? 張仙公, 劉蘇珠寸願意是鳳凰擺尾 如果沒有尾, 就會大為失色 或者陸師姐可以修改一下 嶺口的設計, 那是… 這一集高嶺外婆 是特意襯托公主的高尚尊貴 不如徐師珍你修改一下 換成發簽也好, 發差也好 你經常說你們施真房的人 個個都心細手巧 這麼小的事, 一定易如反掌 我們施真房的廣告是萬功細活 精益求精 怎能及到你們的施制房 經常自誇, 快功出階品 這次是你們展現實力的大好機會 難得徐師珍你這麼抬舉 不過恕我直言 鳳凰不擺尾, 一樣可以振似高飛 但是外婆沒有靚口, 氣勢真是神仙難救 要我們削足適理, 似乎說不過去 拆去流蘇朱船 等同奪去鳳凰的生命力 一賀償不是殺頭變官 卓尚公 好, 我對你們兩個極之失望 冰炭不同氣, 寒暑不機不時 你們繼續水火不容 是不是把我的話當移邊峰 視我的命令如焚土? 傻下不敢 不過在前在里 徐師制很應該靈活邊峰 不要堅持不從 徐師珍應該以大局為重 這樣就海闊天空 既然現在沽木不成林 那就斬兩棵樹從頭做起 是你說要靈活變通 你說以大局為重 本相公都是順你們所言 是不是還有不滿, 還有意見? 如果你倆繼續執拗 就和我一直重造, 做到滿意為止 傻下遵命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一條的Channel Like這條片, 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